问你有没有被征询到 我们目前为止都是来等待真正的男科匹 蓝白河即将走到24号登记截止的deadline 国民党信心念念的侯科佩 有没有可能换成女版科匹上场 那侯科佩要找谁 说的嘛 又要科志恩 这就靠整个啊 因为人已经准备好 要去不欢迎 你觉得会是他就对了是不是 百分之九十 身为国民党智库执行长 科志恩在侯办担任议题组召集人 大学教授出身不止形象好 专业度高 假使蓝白河真的破局 传出科志恩就是副手最佳备案 今天如果他们几个头头见了面以后 应该就就底定了 男生男生 从不分区的第二名拉到这个拉到这个副手 我认为对他损失很大了 对他报复了 他对高雄的这个理想 所以哭也我认为是人之常情 自家人都想等柯文折到最后一刻 毕竟柯志恩这回名列 国民党不分区第二名 当内也看好他重返国会 继续在地方经营 瞄准四年后高雄市长一役 替国民党收复尸土 让柯志恩过了一成万吗 没有这回事啦 真的不要这样讲啦 所以柯志恩不会是他 不会是副手的人吗 好啦我帮他讲不会啦 蓝白和大线江志也签弄柯志恩的下一个